我的老天 花蓮的日出這麼有名啊 簡直跟上阿里山觀日出的人潮 有得比了嗎 老吾 你五點才來 已經太晚了啦 人家專業的觀光客 個個都起得比你早 問你問一下 真的這裡有沒有日出 有 聽說有 聽說有 你們從哪裡來的呢 台北 台北來到這裡 這麼早要看日出 對啊 人潮就好像飛蛾撲火一樣 為了剎那間的感動 一波一波的蜂擁而來 我開始越來越擔心 老吾 你這麼晚才上去山頭 還卡得到好位置拍日出嗎 哈囉 哈囉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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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下面沒有想過 會看到這麼多人在這裡 真的是好厲害 觀眾朋友們看一下 滿滿的客人 有一點冷喔 冷喔 你比較勇敢 還好還好 因為我貌比較多 我說台灣很兇耶 你好嗎 有沒有人看過這裡的日出 有 舉手 你看過 終於找到一個朋友 你以前看過 對 冷一下 我們可以看到什麼樣的日出 看到很漂亮的雲海還有日出 有沒有想阿里山 我覺得這邊比阿里山還要漂亮 真的假的 還好 人雖然多 但是大家還是很好心的 借我們一個角落拍日出 沒有錯 沒有錯 這裡就是跟阿里山日出 一樣夯的景點 花蓮富里的六十蛋山 光看遠從各地前來 滿坑滿谷的遊客就知道 少睡一點 早起到這裡賞情 真的是很值得 而且既然還有人玩不膩 來了還想再來 到底遊客口中 避免阿里山日出的景致有多棒 愛玩客要獨家拍給你看 這邊那麼小 要來拍照 這邊那麼小 要來拍照 看這邊 看這邊 這是突然 這不叫美景哪裡還算得上是美景呢 雖然今天不算是最美的日出 但是看看攝影大師們公開的作品 六十蛋山 簡直就不像是在人間拍到的照片 難怪很多人就算每年來 就算拼了一大早也要爬起來 衝上來拍日出 各位觀眾朋友們 雖然是很冷 雖然是很早 但是我自己覺得 非常值得來這裡享受 這麼漂亮的日出 但是不要忘記 晚上還有日落 這邊就是日出 那邊就是日落的風景 你們看 這麼多的人 來這裡說讚 是不是 主持人還要說什麼呢 是不是真的很美啊 但是各位愛玩客 千萬要記得假件外套 也像咱家老吳 和健壯的攝影大哥一樣 低著毛毯就上山了 六十蛋山的日出美景 真的是台灣數一數二的美啊 難怪遊客會拿阿里山做比較 中秋玩不過癮 還想再放假嗎 來一趟花蓮賞美景吧 除了日出之外 這裡還有東方瑞士的稱號 到底是多美的景色 竟然能和瑞士畫上等號 每年讓幾十萬人玩不膩 老吳快幫大家解解禪 外邊六十蛋山吧 觀眾朋友們 大家愛上了花蓮吧 今天早上一早 我們享受花蓮最漂亮的日出 現在我們來的地方也是一樣很漂亮 這裡我們要享受最漂亮的華海 你們看一下 滿滿的全部都是黃色 藍天空白色的雲 還有其他的不同的顏色 融合在一起 真的會變成一種天堂 我自己覺得不用出國在這裡 可以享受國際性的美啊 如果我是一個導演的話 李安導演的話 我在這裡可以拍很棒的店 你們看一下這裡就是舒服啊 這裡就是漂亮啊 當然這裡有很多很可愛的觀光客 哈囉 大家們 不用害羞 找到你了 你自己的感覺是什麼樣子 讚 讚吧 你從哪裡來的 東流 東流 東流來到這裡 對 你自己覺得最漂亮的風景是哪一個 你喜歡是山還是山谷還是城市 還是藍天空白雲 我喜歡山跟海 海 海跟山 兩個都要 對 我說一月三 我們說花蓮 OK 一 二 三 花蓮 沒有聽到 我以為我們要說花蓮 後面的聲音是花蓮 花蓮 花蓮 但是後面說 沒有聽到 要玩六十讚山 除了天天都有的日出夕陽之外 最熱門的行程 當然就屬當季限定8月到9月的金針花季了 雖然前陣子又是颱風又是封面 搞得台灣風風雨雨的 但是沒關係 我們家老屋就是知道美景不能錯過 提早去幫大家把金針花的美景捕捉下來 是不是很甘心啊 不過朋友們要注意花季的期間 有交通管制 要提早上山喔 欸 老屋你也太超過了吧 夜市人氣王就算了 荒郊妍也來拼人氣 好 算了 誰叫你算是保育類動物呢 當然啦 也只有看愛玩客 才能看到這麼可愛的阿德阿 跟這麼美麗的風景搭在一起囉 雖然美景深美深 但是逛久了也是會惡的 老屋 這裡有一家有機認證的花料理餐廳 去打聽打聽 佳姐妳好 妳好 歡迎光臨 謝謝妳啊 太可惜了 聽起來花料理真的不可惜 我直接在花園裡面吃嗎還是 不行 不行 新鮮的金針不能直接吃喔 直接吃會容易促進腸胃蠕動 玉璃小鎮好味道 號稱東台第一湯 絕對讓人吃過還想再來吃 有這個白色的蘿蔔 還有求生糖 對 為什麼妳們的跟其他的不一樣 夏天用進口的蘿蔔都是很貴 我們用比較好的東西 妳們用的是最好的喔 對 妳們的 我們裡面餐廳還有那個 金針現炒 新鮮現炒現炸的 現在花季才有 新鮮的金針花下去做的 這金針花的副產品還真是多耶 可以做成餅乾冰棒 當然還可以入菜 雖然超市都買得到金針花 但是有一道料理不只季節限定 還是妳要到產地才能吃得到 那就是現炸金針花啦 愛玩客們 沒有想過金針花會變成這麼多的美食 小姐 她就是原本的樣子 對 不能吃 對 這樣子吃不好 不好 但是這樣子吃 非常好吃 對 拿這個新鮮的金針花下去做 新鮮現炒現炸的 哇 真的很多美食 這個是簡餐 是一人份的 就是等一個金針香菇雞湯 配一個金針肉燥飯 這就是一個set 小小的set 對 湯加這個 六十元 雞肉是我們富里鄉土雞斑養的 那金針是我們後面這一片園區的 對我們有機認證的園區 對就這邊 對 這些東西 別人送了這個 對 很不可思議 但是這裡還有一個 非常非常不可思議的美食 就是她 對 大姐 金針甜不辣 這就是甜不辣 金針甜不辣 金針花下去現炸的 有一點像吃蝦子 很大的蝦子 你們看 外面真的很酥 對 很好吃 外酥內甜 內甜很甜 拿新鮮的花現炸來吃 真的是太奢侈了 整朵金針花 裹上香甜麵粉 酥炸成的料理 而且還是有機無添加物製作 花上100塊錢 吃多了也不膩 還有在地有機的金針花套餐 一飯一湯60元 這會不會太滿足了啊 阿達我貼心的幫大家做整理 六十單山一條路 直直往上走到底 有個忘憂庭 這裡是觀賞日出最美的地點 每天等日出的遊客 會多到嚇死人 往回走 有個小瑞士觀景平台 這裡可是遊客最愛拍照的地點 可以將整個花東峽谷 盡收眼底 雖然花季快要結束了 可是這裡其實一年世紀都很美